好,看完了生词和短语之后呢,我们来看第二十九课的这个课文部分。 课文部分,先看第一段,第一段第一句话说, Whether we find a joke funny or not, largely depends on where we have been brought up。 这个,我们是否觉得一个笑话好笑,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在哪里这个长大的。 这个我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结构的分析,句子的语法成分分析。 这个句子呢,是个仿锤形的一个,像哑铃一样,脑袋和尾巴都很大。 这个脑袋呢,是Whether引导这个主意从句,Whether翻译是否了。 是否我们觉得一个玩笑好笑,这个find,李老师多次说过,find不一定反正发现,经常可以翻译认为或觉得。 我们是否觉得一个玩笑好笑怎么样呢?白颜色是很大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,取决于什么呢? 后面这个画横线的黄颜色的句子,明显是宾语从句了。 Whether引导宾语从句,做前面depend on,get on的宾语。 取决于什么呢?我们在哪里被拉扯大的,就我们在哪里长大。 这是整个句子语法成分,句首是逐语从句,句末是宾语从句。 这个谓语呢,谓语动词是largely depends on,largely是程度复词,很大程度上。 这出现一个whether引导的从句,我们知道在引导从句时翻译成是否,一共呢,常见的就这么两个连词。 第一个叫whether,第二个叫if。 我们知道whether表示是否的时候,它没有场合限制,这是一个万用的一个词。 只要是是否,跟从句都可以用它。 但是这个if就不一定了,因为if有的时候很多场合下不能用,这个大家在写作中得注意,因为在语法题里面的注意。 我们就总结一下,在什么样的情况下,这个表示是否的时候,if从句不能用。 我们来看看,这个表示是否是不能用if来引导的几个特殊情况,咱们做一个大致的总结。 一共是六种情况,我们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来看,哪些情况下不能用if来表示这个是否。 第一个情况,就是主语从句位于巨首的时候,你像本句中就是主语从句,whether主语从句也放到巨首了。 这个位于巨末的时候,不出意外的话呢,就是前面是形式主语it,那巨末跟主语从句,不出意外的话,一般来说可以用if和whether都行,但放到巨首的时候,不能用if,我们看例子。 这句话错了,if she likes the present,it's not clear to me,前面这个写体字,if she likes the present,是否她喜欢这个礼物,这是主语从句了。 然后后面是戏表结构,it's not clear to me,这句话错了,为什么呢,主语从句位于巨首,用if是不行的,不符合语言习惯,怎么改呢,两种改的方法。 第一改的方法是,你把if从句放到巨末去,对吧,it's not clear to me,if she likes the present,当然在这儿用whether也没问题,因为whether是万用的,或者whether she likes the present, 或者呢,改成什么呢,你放到巨首可以,那巨首就只能whether了,whether she likes the present,is not clear to me,相信大家都完全理解了,第一个情况,注意,主语从句,但是位于巨首的时候,不能用if,只能用whether,放到巨中的一般来说,一般来说,if,whether都可以,这是第一个情况。 第二个情况,引导标语从句的时候,我们知道,引导标语从句的时候,是不能用if的,无论什么情况,只要是标语从句,那只能用whether,我们看例子, The question is, if we have enough money,问题是,是否我们有足够的钱,这也是是否,那么,the question是主语,后面is是系动词,主系标结构,说明后面紧跟的是标语从句,这里用if错了,必须改成, The question is, whether we have enough money,问题是,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钱,一定记住,做标语,引导标语从句,表示是否,一定用whether,不能用if,第三个情况,引导同位于从句的时候,记住,同位于从句,咱们在第三册的第一课, A puma at large,就讲过,做前面名词的同位于,这个时候表示是否的时候,也得牢牢实实用whether,不能用if,同样看例子, You have yet to answer my question,if I can count on your help,我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,什么问题,注意,后面这个写体字的句子,明显是做到question,这个问题的同位于,什么问题呢,是否我能指望你的帮助,你能不能帮助我,你还没回答这问题呢,have yet to do,这个结构是固定搭配,比较文言,到了四册咱们讲到,have yet to do something,表示还没有做某事呢,表示应该做,但是还没做呢,你还没回答这问题呢,做question的同位于,必须改成, You have yet to answer my question,whether I can count on your help,这句话就完全正确了,那第一句话是错误的,这个得注意,第三个情况,还有第四个情况,注意做借词宾语时,如果这个宾语从句,做动词宾语,放在动词后面,那一般来说,一般来说,用if,用whether都行,但是如果做的是借词宾语,紧跟在借词后的宾语从句,注意,不能用if,还得老到使用whether,看例子呗, he was worrying about if he had hurt her feelings,这个男人担心呢,什么呢,担心是否的伤害了这个女人的感情,worrying about,注意 worry about, worry是不及无动词,后面加这句是about,那么借词后面又要加宾语,这宾语从句,但做借词宾语的时候,你看about是借词,用if错了,一定用whether, he was worrying about whether he had hurt her feelings,这句话就对了,注意,做借词宾语时,一样不能用if来引导,是否,还有第五个情况,引导动词不定试的时候,我们知道if和whether,后面加动词不定试,这个书表示是否的时候,那也不能用if,我们看,什么叫引导动词不定试呢,比如说, I don't know if to see my doctor today,我不知道是否今天应该去看医生,就是我这句觉得不好受,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应该去,是否应该去看医生,注意,if后面跟的是to see my doctor today,引导动词不定试了,也是是否,这个时候呢,也必须改成whether,I don't know whether to see my doctor today,这个时候也用whether不能if引导动词不定试,这是第五个情况,再看最后一个情况, 直接在if或者whether,后面如果加上or not,如果加or not,而且直接跟在这个连词的后面,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用if,只能用whether,我们看例子,please tell me,if or not,you agree,这句话错了,请告诉我,后面确实是宾语总继,做tell的宾语,但为什么这宾语总继不同意if呢,因为if后面直接跟了or not,请告诉我,你是否同意,这个or not在这,错了,改的时候两种改的方法,第一个呢,直径whether, please tell me whether or not you agree,请告诉我,你是否同意,这是正确的,还有第二种改的方法,please tell me if you agree or not,把这个or not放到句末,这个时候就可以用if了,当然,用if的地方,这个地方用whether,也完全正确,whether you agree or not,都行,但这里用if就正确了,记住啊,whether表示是否是万用的,但if有种种障碍,种种限制,哪些限制,这六种限制把它记住, 我们这个if weather表示是否就都会用了,本文中显然应该用whether,不论if为什么,本文中是逐一从句,放到去首了,第一个情况就不能否定掉了,都是这个是否,但注意这六个情况不能记住,好了,下面我们再回到这个句中,是否我们觉得一个笑话有趣,怎么样呢,largely depends on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, 这很大程度上largely,咱们也看一看,刚才在词乎中讲了,它在这可以换成chiefly,或者to agree to extend,很大程度上,这代进去,意思一样,可以替换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,依赖依靠取决于,又是一个写作中五星级的表达,口语中用的也特别多,咱们做个简单总结,我们先看一看,这个用主动结构的,这个动词形式主动的,依赖依靠取决于,大概有哪些表达, 特别多,比如说depend on,依赖依靠取决于,大家可能最熟悉,还有呢,rest on,咱们的第三课,那个,无名女神讲过,rest本来叫搭在什么东西上,加on的话,依赖依靠取决于,搭在它上面,你下面一塌,上面跟着它,那不依赖于它吗,对吧,还有rely on,也是,rely跟depend是同一词,我们都可以叫on,当然加on的地方,你混在upon也行,upon,那个upon,都一样,两个解词可以替换,还有ride on,ride on,骑在什么东西上面,你骑在这个马上,马一趴下,你跟着这个, 就掉下来了,所以依赖依靠取决于,用这个也行,还有我们接着往后看,后面还有呢,hinge on,hinge on也行,这个hinge啊,本来是一个名词,表示门窗的这个荷叶,就两个小铁片中一个轴能转的这荷叶,这个门窗全靠荷叶挂在矿子上,荷叶一掉的话,门窗跟着就掉下来了,所以依赖依靠取决于,也好理解,还有呢,我们用lean on也行,lean是倾斜,斜靠在什么东西上,lean on the wall,斜着靠在这个, 墙上,如果墙一倒,我跟着就趴下来,撑不住了,所以依赖依靠取决于,这几个我们记住,是主动结构,我们跟老师大声来读一遍,depend on,rest on,rely on,ride on,hinge on,lean on,都行,依赖依靠取决于,当然有on的地方都可以换成upon,upon,upon更正式一些, 那还有一些呢,我们在后面,在前面再加避动词的,要么是细表结构,要么是被动,这结构我们也看一看,第一个细表结构,be dependent on,其实就是depend它的形容词形式,那后面也是加on,也是依赖依靠取决于,对吧, 还有呢,be based on,这是动词被动了,因为base多表示,使基于把什么什么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,这base a on b,所以依赖于什么呢,一般来说用被动比较常见,be based on,还有be built on和be founded on,这四个我们前面加避动词,要么是细表,要么是被动,这个built都知道来自build,建立,found也是建立成立嘛,把什么什么建立在另外一个东西的基础上,是极物动词,所以这种被动,我们大声再读一遍,be dependent on, be based on,be built on,be founded on,也是依赖依靠取决于,但这几个大家闭动词了,还有几个呢,我们是用被动后面加by的,也可以表示由什么什么来决定取决于什么,这几个用的也很多,咱们再看一看,be decided by,由什么什么来决定,decide本来就是决定的意思啊,咱们可以把它同时记住,跟它类似的还有两个,be dictated by,还有be determined by,都可以表示取决于, 什么,由什么什么来决定,依靠它,由后者来决定前者,那个我们分别读一下,be decided by,be dictated by,be determined by,都行,注意这个后面得叫by了,但一般来说表达可以替换,因为第一个,阅读中,我们不知道会读到哪一个,咱们的七八湖水都开,你甭管底哪湖水都开,第二个,写作中,咱们得替换嘛,不能来回来就用一个词,替换就活了, 那本文中带进去特别简单,你想先带进主动加on的,whether you find a joke funny or not,largely depend on,可以换成,rest on,relies on,rise on,hindries on,leens on,都可以的,依赖于我们在哪里长大的,或者刚才那个加必动词的呢,和我们加on的呢,whether we find a joke funny or not,is largely dependent on,is largely based on,built on,founded on,where we have been brought up,这个也行,那个加by的呢,带进去呗,都一样,你看是不是可以这么说,whether you find a joke funny or not,is largely decided by,或 dictated,或者determined by,where we have been brought up,都可以,都可以,所以第一句话呢,重点特别多,希望大家一定得好好看一看,好,这个再回到剧中,很大成的取决于,再看这个, 这个并语从句,where we have been brought up,我们在哪里被拉扯大的,被拉扯成人的,这个又涉及到了,我们二十三课讲过一个小知识,就是把某人拉扯大,拉吧大,bring up somebody,把某人拉扯大,bring up,让他长个儿呗,为他,天天喂饭吃,让他慢慢长个儿,bring up somebody,把某人拉扯成人,咱们回顾一下这句话,他是被继母后娘养大的,继母叫stepmother,大家可能还记得,he was brought up, brought up by his stepmother,他是由继母,由养母后,这个也不是养母了,是继母啊,继母就是父亲呢,后来又娶了一个,亲娘死了,或离婚了,又娶了一个,叫继母后妈,由后妈养大的,be brought up,可以用它来说, 那么当然这是把某人拉扯大,拉吧成人,我们讲过还可以用其他的词,比如说raise,抚养养育,这个我们在第二课十三等一讲过,raise可以表示,举起来养活,抚养,甚至饲养,甚至筹缓募集,我们都讲过,这个时候也可以替换,差不多, 但是如果比如说领养呢,领养就不是亲生的,领养的孩子,抱养的,这时候可以用foster或者adopt,adopt我们说还可以比如采用某个方法,某个措施,刚见了,分别读一下,foster,adopt,这是领养某人,就是他们家没孩子,领养一个,或者这个孩子没有父母亲,看着可怜,领养过来,过激过来,这么来说, 那养子呢,养子就可以说adopted son,养女,叫adopted daughter就好了,adopted是被收养的,养子,那养父母,那不能叫adopted parents,那不能说被收养的父母亲嘛,孩子可以这么说,那养父母呢,有好几个说法,比如第一个叫adopted parents,adopted就是领养关系的这个父母亲,还有一个叫foster parents,foster直接在中间加连字符,hyphen,连在一块,foster parent,养父母, 这就好了,这是指什么养育啊,抚养相关的,这几个词汇,但是到这没完,我们还得复习一下,如果用be brought up,和我们家动词不定式,是什么意思,be brought up,如果家动词不定式,不是被养大去做这个事的,我们说过,这固定搭配得翻译成,从小就怎么样,还记得吗,表示从小就如何,而且老师说了,这个搭配一般用在现在完成式里,说明一直到现在都这样,从小就一直对现在, 现在有影响啊,一般用在现在完成式里,比较常见,注意不是被养大去做哦,从小就怎么样,复习一杯,咱们看一看23课里边,114页的第7到第8行,114页的第7行到第8行,出现这句话, the sad truth is that,most of us have been brought up to eat certain foods,and we stick to them all of lives,这里用be brought up to do,用完成式了,对吧,sad老师说过,这是遗憾的,令人遗憾的,这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就是,加表姨从来,我们大多数人被,呃,被,被,被拉施打之后去吃,这个不同顺,得翻译成,我们大多数人呢,从小就吃某种东西,注意完成式,对吧, 而且我们一吃就是一辈子,一吃就是一辈子,这是23课里边,当时还看过另外一课书中,不妨咱们也看一看,就是我们的第54课,呃,244页的第一行,课文第一行,244页的第一行,就是54课第一句话,we have been brought up to feed insects,这也不能翻译成,我们被拉扯大,就是被吃,被害怕虫子,这不同顺,我们从小就害怕昆虫,什么到现在还是这样,你看,用了be brought up to do,而且确实用现在完成式, 这个注意翻译,别翻译错,啊,这是bring up,这个相关的一些表达,注意辨识,好,第一句话,作者先亮明观点,他说我们是否觉得玩笑有趣呢,是取决于我们在哪里长大的,下面你不能光有一个,这是just opinions,只是一个观点嘛,你必须有理由呢,或者例子来支撑,他后面来,展开来说明了,他说,the sense of humor is mysteriously bound up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, 他说幽默感呢,神秘兮兮兮的,与民族的特征紧密联系到一块,那等于对第一句话做了一个解释,为什么呢,我们在这个地方养大的,我们在特殊的民族里生存起来的,所以我们的民族觉得这个东西好笑,你就是这个文化的一个产物,所以你也觉得他好笑,这是解释的, the sense of humor,就是幽默感,中国人好多说感嘛,幽默感,自豪感,什么是责任感,什么道义感,自卑感,都是用这个感,在英语中一般来说,咱们可以用这个sense,这个词,你看,the sense of pride,这也是一个感,sense of pride,可以反正这个自豪感,自豪感,因为pride是叫的意思,对吧,the sense of honor,可以反正荣誉感,荣誉感,自豪感,容易感, 本分钟的sense of humor,就是幽默感就好了,好,自豪感,容易感,还有呢,th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,就是成就感,我们取得了成就,人生中没有虚度,th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,叫成就感,还有呢,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,就是责任感嘛,我们主人们责任感,我做的事情,我要去负责嘛,责任感,还有呢,the sense of superiority,跟另外一个同时期,the sense of inferiority,这自豪感,还有自卑感, 或者我们翻译成优越感也行,为什么呢,superiority表示,比他人强,我比你强啊,我比你优越,比你好,inferiority表示,不如他人,叫自卑感,好,我们先看第一个,我们大声读一下这个词,叫优越,比他人或其他东西要好一些,我们大声读一下名词,superiority, 它就来自于形容词,它就来自于形容词,superior,把我们ity去掉,superior就更高级的,它的反应词就是更低级的,先读一下形容词,inferior,inferior,去掉ity,表示更差一点的,inferiority是它的名词形式,所以现在大声读一遍,先读第一个,叫做这个优越感,大声读一遍, the sense of superiority,the sense of superiority,再读一下自卑感,the sense of inferiority,the sense of inferiority,这个总结什么什么感嘛,本分钟幽默感,sense of humor,记住就好了,这个见过之后,拿过来放心可以用了,好,这个幽默感怎么样,it's mysteriously bound up with,mysteriously,这个不说了,神秘地,第九课,飞猫讲过mysterious,叫神秘的, 然后呢,be bound up with,这个可以同时记住,叫与什么紧密相连,与什么紧密联系,那如果英文解释呢,就be closely connected with,与什么什么密切地联系到一块,与什么什么紧密相连,这个词呢特别好记,为什么呢,因为这个bound,它就来自于一个绑,这个动词,bind,bind,bind,一般过去的时候过去分词都是bound,bind,bound,bound,被什么什么绑到一块呢, 这个加个up,叫彻底绑到一块了,分不开,裸不散了,不是紧密联系到一块吗,紧紧捆到一块了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,比如说,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都与中华民族的这个命运紧密相连 我们都是中国人嘛,中国富强,我们每个人生活都好,可以这么说,everyone's future is bound up with the destiny of the Chinese nation,每个人的未来都跟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绑到一块了吧,紧密相连,可以用它,destiny表示命运天数,the nation,nation反正民族就好了,中华民族的Chinese nation,与中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, 这种句子在作文中都可以使用了,be bound up with,与什么紧密相连,特别漂亮,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但是举一反三的,咱们可以多看几个,我们知道这个词来自于一个重要动词,就是绑,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,bind,bind,这多好几根中文那个绑,绑,bind,发音都类似,这是极无动词捆绑,那被绑到一块了,是紧密相连,但还有一些跟绑相关的一些词汇,那它也是用被动, be bound to do,be bound to do,可以翻译成必然会或肯定会,不能翻译成被绑起来做事了,被绑起来就做不了事了,动不了了,被绑住了,就说明这个事一定会发生,绑定了,跑不了了,必然会或一定会如何,看一个简单例子 on our road ahead,we are bound to meet with difficulties,meet with the遭遇或邂逅了,什么叫on our road ahead呢,在我们前进的路上,在我们前进的路上,在我们 面前的道路,前进的道路上,我们必然会遭遇种种的困难,必然会遭遇困难,be bound to do,叫必然会,还有一个,叫be bound to do,有的时候也能换成feel bound to do,什么意思呢,觉得必须得做模式了,觉得必须得做模式了,这个bound,在这这个绑呢,是因为道遇呀,或因为是责任呢,我被绑住了,不做不行了,这是我的道遇,我的责任,觉得必须得做模式, 强调觉得,可以用feel这个词,同样通过例子来看看,I fell down to tell him the truth,我觉得必须得把事实真相告诉他,当然我不告诉他呢,也没有人特殊的强调我,但是去强迫我,但是我不说的话,我觉得内心不安呢,他明明被蒙到鼓里了,做了一些非常危险的事,我不告诉他真相,怎么能心安呢,所以我觉得必须得告诉他事实真相,feel bound to do,叫觉得必须做模式, 这个呢,使咱们回忆起来了,咱们在第一课还讲过一个跟它特别类似的搭配,be,或者feel obliged to do,它来自责任,obligation,还记得吗,也是觉得必须做模式的,觉得不做不合适的,这个,这个我们第一课讲过的类似,咱们回顾一下第一课的句子,14页第四行到第六行,14页第四行到第六行,第一课中,看这句话,however,as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,然而随着证据开始慢慢积累起来,expert from the zero, zoo felt obliged to investigate,来自动员的专家,觉得必须得调查了,为什么呢,因为声称看到过美洲人们做出的描述,特别相似,觉得不调查不合适了,坐不住了,feel obliged to do,非常类似这个,feel bound to do,都是来自榜,这个词,好,这个非常好记,放在一块儿把它记住,同样我们再看一看,我们只是就用这个bind,榜这个词呢,用bind some的to do,也有这个固定搭配, 当然,同样不能反正绑住某人去做某事,你绑住他,你还做不了了,动不了了都啊,什么意思呢,约束某人必须得做某事,就特别是强调,因为签了合同啦,有一些规章制度,条文规定,约束你不这么做不行,约束某人必须做某事,叫bind some to do,多好记啊,我们顺便看下例子, The Kyoto Protocol binds each country to reduce the emission of the greenhouse gases,Keyoto是日本一个城市,叫京都,不是东京,东京是Tokyo,对吧,我们再读一下这词,Keyoto,京都,Protical是协议协定,在这儿是京都议定书,这么一个词,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协议这个词,Protical,Protical, The Kyoto Protocol,京都议定书,然后约束每一个国家,这国家成员国了,为什么你签约了,你都点头签字了,来降低emission是排放的意思,大家还记不记得,我们在18课生词中讲过动词叫emit,EMIT,叫发射,一般声音啊,光线啊,味道啊,气体啊,等等等等,它的名词就是emission嘛,这排放,什么呢,温室气体的排放,greenhouse是种蔬菜的温室大棚,然后gases,gat当然是气体了, 温室气体,包括二氧化碳等等,很多气体,所有用复数,你看,The Kyoto Protocol binds each country to reduce the emission of the greenhouse gases,你看,这是不是榜了,而约束某人,但是都是来自于跟榜相关的,咱放在一块就好记了,本文中的be bound up with,叫做与某个东西紧密相连,绑到一块就好记了,好,后面的national,再是指国家的,指民族的都行, 本文中有语境,还是凡是民族的好一些,caracteristic,可属名词,是特征特点的意思,这个词不好读,我们大声再读一下,characteristic,characteristic,最后这个TIC,tick,读块里面的dick,在那边,characteristic,characteristic,一带而过就好了。